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 特别是股票市场 我们今年也说一路带头上的 一个成熟市场 以美股为首 依然跑赢环球主要指数 区内很多 我想香港那些都瞇眼 还要跌成10% 是的 要问问Tommy 暂时有没有一个初步的想法 究竟第四季 各项资产 是不是依然是 买股票为首算 我想暂时还是一个延续的趋势 因为美股似乎是 暂时是最稳定的 唯一最稳定的 虽然 好贵 有些短期的因素 例如国债上限 或者是3万5千亿的budget 究竟是否通过 但是这些只不过是 很少的事情 因为 现在呢 这个 就是 民主党是控制了两个国会议院 所以 就不同以前 以前 就是他 我想过去这十几年 共和党习惯上 都是控制了众议院 民主党参议院 现在就不是了 现在两个都民主党 所以 容易通过 容易通过 这些法案 最多是斩检通过 所以我想 接下来他又有刺激方案 千多 这个万几亿的基建 还有些 三万五千亿 就 隆隆种种都有 所以 我想也挺难 跟这个 就是 美股抗拒 是吧 那这个呢 我们现在暂时釐清了 股票依然是可以买 不过呢 就稍后要慢慢再谈一下 究竟会不会肯回一下 才让我们买 是 因为我身边很多朋友 就见美股开始升得太多 就减了少少比重 那也是等它回调 才再进场 另外 一会儿 Tommy也会有一些好介绍 特别是怎么去 就是防守性少少的资产呢 那 待会就有一些好推介 是吧 不如我们继续由股票着手 好 短期内影响着股市的因素 刚才说其中一个就是退市 不过Tommy就跟我说 其实有一大支撑股市的因素 就是 美国实质利率 依然在 是吧 如果你看一下 2013年那时候 很出名 就是这个退市那时候 那个 减缩的恐惧 是呀 因为沟通得不好 是 那沟通得不好 你看一下这个就是实质利率 什么叫做实质利率呢 实质利率呢 就是现在你看到这十年息 譬如说 今天是1.46 但是你要减个通胀才行 是 譬如现在通胀 3.4% 现在明显是实质利率 但是 譬如好像二營三年那时候 这个实质利率 你一跳 它就跳这几 嗯 那你一跳这几 就由这个负利率 变成正利率 那就对股市有影响了 那对股市有影响了 那对股市有影响了 因为现在就是 大家说 哦 你息上了 那如果说 就是看你股票你 公司赚到的钱 去到做一个 我们叫做 就是折演 那你折演的话 然后呢 下面的那份帽就大了 嗯 因为息上了 那实质利率上了 那么所以呢 这变成了 那就是整个 就是整个小了 那所以呢 就是大家会说 哦 實質利率上升 我就要求你的市盈率要低一點 所以股市就受打擊 現在就不同了 你看看現在2021年 實質利率上升得很少 原因就是真的有通脹 也是偏高的 2013年的時候是沒有通脹 所以如果你的息口是上升 而沒有通脹支撐的話 大家就糟糕了 但是現在有通脹大家還害怕 如果通脹不斷蓋起來的話 大家的購買力又削弱了 你迫著去買東西 通脹是貫穿著整個股市的一個命題 早前美國出的一些CPI數據 雖然升幅放緩一點 但我們要看今個星期五 因為出聯儲局看那個PC 核心那個 估計都依然會比較貼近30年高位運行 看看這個會不會對市場有什麼影響